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们的下线可能就是有分包他们工程的 帮我装炉子的 他给钱给人家 这他是爷爷是孙子了 后来有一天 在底下的一个分包的人到他公司里闹 这个是个撒泼打魂 骂脏话 就说他这个碗给他钱 你知道吗 结果当时公司里就有人说找保安 甚至是咱有关系找公安把他抓起来 对吧 结果这胡晓琳就把这人请到办公室 听了这人说说说我们的副总经理 给了你多少钱 活已经干完十几个月了 对 说给了你多少钱 说大概给了百分之四十不到 百分之四十不到的钱 反正是过了很久 就没给人家没没没没没还没付 对 然后他听了之后的他流眼泪了 当时哭了哭了之后站起来了给人家鞠了个躬 说这个事情我做错了 对吧 而且我要以后彻底调整我跟我的这个下线分包的这个关系 所以他旁边的这个副总是个女孩子 在旁边看着去我们这老总 这太亚图哪边出来了 所以你看这样一些怪异的这个 传说就传出去了 行为 让我觉得他很有他这个人很很值得聊聊 你比如说你这个卖这个壁挂炉的 我觉得也有很多竞争对手 对 那么咱们都知道这个中国人很多做生意 要不是老百姓说无伤不坚吗 对 那么你你不说你你说真话 那别人忽悠 那你不就丢了这合同 是 多多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很对 很多这个企业家不敢落实传统文化教育 在自己的企业是对这个对现在的竞争 他没有信心 他认为这张合同我不说瞎话 我不诋毁对手 我不造谣中伤 我这合同拿不到 实际上他是对整个因果的规律不相信 这个因果规律讲 你这一辈子吃多少饭 挣多少钱活多少年是定数 我这个焦虑正好 我做生意气定神闲 就是相信了这一点 我胡奥林这一辈子挣一个亿的身家 豆老师不给我 梁老师给我 梁老师不给我 豆老师给我 我干嘛要采用骗人 说瞎话 诋毁竞争对手 这种不光明正大 照您这意思说 什么都是定数了 那这个企业里一般 你像凤凰都有 你这个拉广告的 一年你得完成多少定额 你的销售员一年得有多少合同 你还给他有这定额吗 有 有定额的话 我要求你只要是违反弟子规的定额 你比如说 我现在一年定额是200万 对吧 但是我必须得接 弟子规定上有句话 人有短 切莫接 人有私 切莫说 那么这个竞争对手 如果在竞争 我们的销售员在竞争过程当中 必须得说竞争对手的坏处 短处 我说这个合同我不要 而且我给你算上你的定额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英国 你要采用这种偷鸡摸狗 诋毁别人的方法拿来的合同 这是赃钱 我们钱本来是干干净净的 可以光明正大拿到 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因缘聚合了 你不用说瞎话 他该来也来 因缘不聚合 你就拿枪逼着人家 人家不会给你 而且还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今天中国 我们老说诚信破产 商界做什么东西都做不起来 但其实他会慢慢的 会出现一个逆反的一个情况 而且这个情况 我觉得开始要出现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最近开始出书啊什么 跟出版界的人打交道 那我碰到一个 也是一个行内很有名的专栏作家 那么他就跟我提醒我一件事 他说你写书啊 出版书啊 一定得故意错几个字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错了字之后 你发现了 你不是得跟出版社说要改吗 然后呢 你就看他后来出的书 有没有改 你知道这用意在哪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出版社 都会骗人 就他因为出我们作者 跟出版社的这个钱是这么算的 比如说你印 印五万册 那你就先得给我多少版税 那么但是有的出版社呢 说不定他印了十万 他就我就跟说我只印了五万 那么就少给你钱了吧 所以你就偷埋藏一些错字在里头呢 就看他这个市面上的书 是不是还是错字那个版 那你就知道他有没有骗你了 现在都这么搞 就慢慢的全行这么搞 然后大家就搞尽心机 就去做这些事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时候有家出版社 他出了名字出来 他从不骗人的 他是很正经的 那么你说不定很多畅销作家 就愿意跟他合作 你知道我的这个朋友啊 碰到一个这个就是装修的 这么一个一个师傅在北京 很有意思 他这个痛苦的犹豫 就因为这个师傅 他就说他太贵 你知道吗 可是呢 他就接触了好多家这个装修队的 可是最后他发现这个师傅啊 他贵 但是他结结实实 跟你干的朋友之间传送啊 都是这么说 说他干的好 但就是有点贵 但他贵在名处 就是我就是这么贵 我给你用什么材料 绝对是什么材料 这一点我在有些德国人 说实在的日本人身上 我看到他对自己的工作 人家好像有一种尊严 就甭管比如说我按水管的 我有我的一个标准 我必须得这么弄 如果不这么弄 我对我自己叫不负责 对你那也叫不负责 我觉得在你的这个卖炉子过程中 是不是也有很多这种故事 是 豆老师这样 我们有很多这种例子 因为现在竞争吧 都是恶性竞争 特别是开发商 他招来三家 是吧 豆老师一家 梁老师一家 胡晓琳一家 然后关在三个不同的屋子里头 说胡晓琳 豆老师那边已经降到4300了 你怎么着 我说你要想要 那你必须比4300低 这个时候内心有贪嗔痴脉 就量佛法当中说的 是吧 你有欲望 我想拿到这个合同 就失去理智了 这就是烦恼 烦恼就让你的智慧就障碍住了 你就不冷静了 你就起心动念了 像你要是学这个弟子规 接触这个佛法以前 就这样 你在抢生意方面是怎么样的 就这抢啊 赌上气了 你4300 我4200 然后梁老师4300 4100了 梁老师4100 我4000 就压压压压 一直压到成本价下 就为了签合同而签 那你最后不亏钱吗 对呀 所以你就愚痴啊 就愚蠢啊 你签的越多 你赔的越多 所以这个贪啊 不是个好东西 他说不贪没有动力 我只有贪 我贪 我充满了干劲 他说佛法说 你心要清静 你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 为众生 你的贪心就不会 你要为自己产生的就是贪心 你越为自己 反而你越得不到 要是这个权 但是你作为一个 这个私营的一个企业 你赚钱 你为了谁的 我原来是为自己 我从早晨一睁眼 一直到晚上睡觉 我每打一个电话 每签一个文件 每跟公司开议会 都是自私自利 我从来没想过别人 这是一种病态的生活方式 那么我们讲 谁不是这样的 对呀 现在就错了 看错了 想错了 说错了 做错了 真正的生活 真正的生活方式 生活内容 生活目标 是我们儒家强调的这个人 这个左边一个单力人 右边有个二 有自己也要有别人 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种方式给你带来的是 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 事业发展 所以说 我们老祖宗让我们心里要有别人 这个这个江家人先问己 己不欲 己素语 推己己人 他不是让你当傻子 你放着自己的好好的声音 你不想 你光想别人 他是爱护你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获得你想获得的东西 这世界就那么奇妙 日本江本胜博士出了一本水 出了一本书 叫水指导答案 什么意思 这个水啊 用五种文字 五杯白水 你听过这个吧 然后在杯子上写上 我爱你 不同的文字 那水的结晶 在搁的冰箱零下五度 然后用那个高倍方达镜 看那个冰的结晶 六边形 非常美丽 一个善念 他给你的回馈是好的 那么他又把这个五杯水化掉以后 还是这五杯水 用五种文字写的浑蛋 或者我恨你 或者我恨你 或者傻瓜 这冰的结晶是散乱的 根本就结不了经 你看水是矿物 他知道你的心念 对吧 你念善 他就善 你念饿 他就饿 那么我们人体70%是水 对吧 你想想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如是到三家 让你爱别人 它是对你最大的利益 利益别人才是利益 还有啊 我爱你啊 查 哈哈哈哈 想想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听这个胡先生啊 他这个讲的 他这个讲的很多他管理企业的经验 说实在话 我呀 就咱们生活在中国现在这么一个到处充斥的这个假冒伪劣产品 这家里用的什么服务都不都不都不靠谱是吧 那天我那个马桶那个按钮一按不动就按进去了 你知道吗 就讨厌的这个地方你就就让你会烦这个生活环境 那当然我就看到像你说的 我觉得那当然如果说中国的企业家生意人都能够这样做生意做买卖 那感情是好啊 可是我总觉得这玩意是这么回事能做得到吗 呃 呃 呃 别别讲道理是很容易的 对吗 这样讲道理 怎么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等等 可是人们都企业家都在说呀 说你这是天真吧 嗯 你真的到我们的生意场上 难道这一套行得通吗 嗯 那所以可是我又看到 当年有人说他靠弟子规 靠这些传统文化管理这个企业 嗯 说说不是幼稚吗 嗯 可是确实这个2007年 嗯 企业的营业额这是有数字的 对 上升了4成5 对 嗯 那么这个又该怎么解释 我说你说的具体一点 好让我们取信于我们 对 呃 是这样 就是说我当时在企业推行弟子规 呃 是我从我自己身上做起 就是说这个中国老祖宗的教育 说教育者也先受教育 嗯 你让员工改变 你首先老板要改变 改变什么 错误的看法 说法 做法 所以我从我自己先改 就是本着一个爱心 当时我不不瞒您说 我也没信心 行吗 我就说我赌一把 嗯 2007年我准备1800万 因为我们公司的行政经费 一年1800万 啊 我跟我那些朋友和竞争对手 和我的同事们说 啊 和开发商说 我说我活好人是一年 哎 如果到2008年1月1号不零 啊 生意掉下来 那我说我在回来 结果2007年 我们一般的这个炉子是一年能卖两万三千台到两万五千台 就是两万三千个家庭 两万五千个家庭 我2007年以前卖了三万一千个家庭 三万一千 怎么做到呢 哎 就是不知道 这东西就是佛法当时不可思议 他就是说你这个 他一个合同呆了一万四千台 就等于占了我一半的销售量 而且2007年已经是奥林匹克的准备年了 嗯 所有的工程就开始不批了 工程下马了 啊 等待这个奥林匹克完了以后再再恢复 嗯 啊 所以我当时2007年 我想我是落实弟子规 因为反正要搞奥林匹克了 反正也没工程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学 我还有点私心 我说实话 我还打了折扣 结果没想到2007年 就一家公司就给了我一万四千台 三个打仗 嗯 我觉得 你你比如说你 我你你举一个例子 我听你讲过那个装烟管的 对 这么一个故事 嗯 你就可以知道也不是不可思议的 对 这也是商业当中就是取信于人吗 对 对吧 就你信誉要做出来 那个装烟管的事情是怎么一件事 是这么回事 我们这个就是在给客户提供这个合同的时候 他一般都有配置单 就是说你除了主机之外 你还有什么另外的附件配置 我们叫做标准配置 这个标准配置在我胡晓林的词典里 就是一根一米的烟管 90度的一个弯头 完了 那么在这个在客户这边来理解 我反正把这合同给了你 对吧 你把炉子挂上 把烟囱孙出去 我不管你的你的概念里什么叫标准配置 什么叫不叫不叫标准配置 当时实际上我们明白 他这个烟孔流的位置跟壁挂炉挂的位置绝对超过一米 那换句话说 增加烟管 增加烟管要增加钱 我这个炉子的标准报价当中不包括增加烟管 但是我怕我说出来他不给我合同 我当时说好 但是我上面写了标准配置 我得给你玩这个圈套 等我开始装炉子了 我说对不起 烟管不够 你得另外增加钱 都说咱不是说签了合同吗 你得包 我说咱标准配置 说你们什么叫标准配置 我说就一米的烟管90度的弯头 现在你一米五了 对不起 你还增加0.5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不能再用别人的了 对吧 这所有的设计都按你的炉子设计 而且工程马上就要交房子了 这个时候你说我 你等于城下之盟 拿枪逼着人家 不得不给你钱 我原来就采用这种方法 就揣着明白装胡 对 装孙子 咱们北京人讲话 然后工程部工程师就挨了批评 你们怎么预算没算清楚 老板们 怎么增加的50万的烟管 你们干什么了 你看他挨批评 他工程部经理挨批评 一路下来奖金都扣 是吧 你这一个壁挂炉 给人造成多大的麻烦 合同执行部 工程部 然后人家安装部 全部都受你的影响 那你怎么办呢 就是对不起人家 就是愚痴 不懂 然后人下次再有合同 说我跟你讲胡耀林 我买谁的我也不买你的 我要找一个跟我说明白的人 他能够不骗我烟管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烟管才挣了 才卖了多 卖了40万的烟管 我们一半的成本 我们才挣了20万 那下一个合同5000台 每台我挣1000块钱 5000台合同挣500万 我为了赚着20万的烟管 我丢了500万的合同 所以说就是这 这就全明白了 所以完全是说的通 所以说实际说中国这个现时代 咱们还是个发展中 很多东西不靠谱 我觉得这东西西方弄明白了 他们大概也经历过一个 这种乱七八糟的时代 但是最后大家总明 你想想中国这三绿奶粉 你就看出来了 一个行业跨踏就倒了 你这个付出的成本 因为你那边这个奸丈 对 对不对 你最后是大家都很惨 对 然后才想起 捡回一些真正的教训 然后你看奶粉那个事 结果就弄了一堆奶浓 跟那中盘上都失业 对 都混不下去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 我还是很有希望 对将来中国的情况 就我觉得我们因为 已经烂到了一个底线了 对 就烂到底线时候 比如说像胡先生 这种做生意的方法 人家就会信任你 就这时候就会有人出来 然后我们就会回到一个正轨的一个方向 但是胡先生 我还问你 因为在中国这么一个社会 比如说像他 过去咱们讲是混得不错的 对 家伙上一亿的身家 而且好像还是高干子弟家庭出来的 对 在北京有背景的人 家里有背景 家里有背景 等等 那么在中国的这个生意场上 我们知道很多人也说 中国企业家有原罪 包括你比如说 你要是本着正职的做人做生意 那要不要潜规则呢 比如说我们知道 很多时候做生意的 你得给人塞好处 甚至于说行贿官员 甚至跟政府打交道 各个方面 那这个东西你干还是不干 就不能干 为什么呢 你要干了 你不相信因果 你不用这偷鸡摸骨的方式 你照样挣一千万 比如这一年 你用这种行贿受贿 这种说假话 打击竞争对手 这种小人的方法 你还是挣一千万 对吧 数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咱就平常说 有个别房地产商 他要不跟个别贪官勾结 他怎么能拿到地呢 他怎么能开发呢 那你不干 大家如果都这么干 你不干 你不就失去吗 不会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我就不会跟那些收回扣 利用职权谋私的人打交道 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我如果我这一千万还是我的 那我一定能找到君子来签合同 而且价钱还好 大家合作还愉快 后来我从07年开始 我学了弟子规 我落实了佛法之后 我那些开发商全都是证人君子 我真的 尊重家庭 对这个无私奉献 对单位这个认真 让我特别感动 比我这私营企业 这老板工作还努力 可能跟你传道也有关系 他现在是拿着一袋这个礼物 他的销售员 只有一张是介绍他这炉子的 其他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 这个弟子规啊 佛法呀 送法宝 就红法了 所以说你为什么 有些时候我们老埋怨 我这么碰到这个供应商这么倒霉 我碰到这开发商怎么那么尖 因为你内心有贪嗔痴 你外感的就是这种五欲六尘 你内心有病毒 外边稍微有感染 你马上感冒 他讲的有一点我同意的 就是说中国的有些个企业家 咱们就叫短期行为 实在是因为对因果 就是对原因和结果呀 想的不够清楚嘛 对 就比如说我赚了这笔钱 做成这笔生意 可是我丢了一个客户了 伤了人家心了 人下次再也不找你 对 这个结果他没想了 他只想到捞了这一笔 都是做短期嘛 都短期 而且呢 中国还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过去讲中国经济的奇迹 就是说他规模够大 对不对 人口那么多市场够大 所以呢 乃至于产生了一种 骗人的理想的土壤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做一个骗人的商人 对 我这回骗了你一把 你下回不跟我合作 中国太大了 我还能到处骗一把 对 我这辈子的人都骗不完呢 但是呢 我们现在慢慢发现呢 这个骗人的行为 大家互相都学习了之后 都这么骗之后 都这么骗 就没人会再那么容易受骗上当 而且是所有的人都觉得 这地方不靠谱 没法在这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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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也跟胡先生学习弟子规 说有一句话叫 人出言 凡出言 凡出言 信为先 对 就是说这个 说话 是吧 守信用 对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企业 你说你要发展 他就说了 关键在合同 可是这个合同啊 现在我觉得中国的这种 不遵守合同 造成的大家的这个麻烦 损失和成本 可是越来越大了 对 你有这感觉吧 有这感觉 经营成本非常高 没错 已经大到 其实大家承担不了了 对 可是为什么就是签了合同 就不守合同呢 这是一种迷惑颠倒 他签合同那天 他就没打算执行合同 他觉得我这个合同 就是要把你 套上 套上 然后你把钱给我 我就不履行合同 他就骗钱 骗到手之后 他认为这是他的利润 他挣钱 他说只有这种方式 我才能挣到钱 否则的话 我跟你说实话 我认真供货 我认真履行合同 我挣不到钱 所以说 我觉得现在社会当中的 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和英国教育 这三大教育 现在缺失了 疏忽了 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让人羞于作词 不好意思 伦理我爱我爸爸妈妈 我爱我的祖上 我要光大门楣 我在外边骗人 坑人 让人说胡小林的爸爸妈妈失教 这个孩子真是缺德 这家长干什么去了 我不好意思 我羞于作词 英国的教育 所要达到的目标 就是让你畏于作词 你不敢 你这样做以后 你祖宗有德 儿孙享福 你老祖宗造孽 儿孙遭殃 你敢这么做吗 你今天欠别人钱 我就刚才说那分包 我为什么不敢欠别人钱 我一看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之后 我怪怪 那我欠人一块钱 以后我儿子也还一万 而且不还 我跟你讲 你就得得病 你就得遭殃 这在经典当中说得很清楚 所以当我们遭殃的时候 我们怨天由人 什么工作累了 国家不公平了 什么领导 领导有问题了 妻子照顾我不好了 不是那个 那是你过去造的恶因 今天造的恶报 你想到这一点 你怎么敢做恶 而且是 先是你心理上的 走向2010 其实这个报 首先就报道 你干了坏事 骗了人 其实多多少少 心理上会有阴影 长期积累下来 你会有病 我就想去看 你会有病 什么 可以 对 我